杨茜茜 大师大悲 关心菩萨 大师大悲 我是1960年 属老鼠的 在2004年 我 生了一个卵巢 差不多是27公分 然后我就割掉 卵巢跟主公 过后 那个医生说不用做什么话了 在2010年 又发现我的肺 有肺癌 有ICR 你现在已经有点转移了 转移到你的骨头里 对 你的气场我已经受到了 我告诉你 你讲下去了 在那个2004年的时候 我庆在6月 去世 那时候 我去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房间 等到 2010年我有肺癌 我哥哥说你不可以把他 放在你的房间 他就把他的照片收起来 收起来 收起来也不行啊 收起来他会生气 放下来也不行 怎么样收呢 应该念很多小房子给他的 你听得懂吧 就是 就是有那个什么 你现在几岁啊 我52岁 我看看你还有几年可以活 我当然不讲给你听 五十二十八 五十二十八 麻烦了没几年了 你现在愿意不愿意念经啊 愿意 你愿意不愿意放生啊 你愿意 还没放是吧 你能多放一点吧 OK 你在 在新加坡放生会不会啦 你的经济不是太好 我知道 我都看出来了 你现在这样吧 你 你中国大陆有一个亲人啊 或者其他就是 钱比较少一点 可以买很多鱼的地方 中国大陆 或者你有泰国有啊 泰州是不是很便宜 哦 马来西亚可以吗 马来西亚可以啊 马来西亚放生啊 拖拖马来西亚工学校 都帮你放生啊 你要放很多 你知道吗 你要放一万条鱼 一万条鱼 嗯 你明白吧 我现在只能给你试试看呢 你小房子要念一千零八十张 一千零八十张 嗯 我不知道你怎么念法 这个老妈 你现在这个事情是比较麻烦 你扩散到骨头也是刚刚不久的事情 对 嗯 骨头是两个月五夜起 五夜之后 太太厉害了 对 抱歉你 台湾就这么救人了 他能救他 没有问题 但是要看你自己的 听得懂吗 你呀 要把根找到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生这个病 你自己想一想 你做人做得怎么样 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 错事 你想一想就知道 还有我讲啊 害我人没有 不管是有意识害人 和无意识害人 都要注意 听得懂吧 你现在人家来找你了 你现在不给他一千张 人家怎么走啊 听得懂吧 嗯 嗯 你现在人家当心了 你现在这个化疗做的情况 也不是太乐观了 因为我现在在做电疗啊 通脑的已经做了十次 对 所以脂椎骨已经做了五次 还有五次要做 很痛的 痛的不得了 对 生不如死的 我的脂椎骨很痛 嗯 很可怜 他现在盯着你啊 他现在盯着你啊 他现在这个灵性在你腰上啊 嗯 听得懂吗 你现在赶紧给他忏悔吧 每天念礼佛大忏悔 我念五遍 好吧 先试试看吧 好吧 台长跟你说 这个毛病一走掉 这个灵性一走掉 至少你癌细胞不会破散 马上就控制住了 控制住慢慢再做点治疗 会越来越少的 现在最主要他在你身上 嗯 想想吧 做人真的要当心了 我们做人 不要年轻的时候 做错事情太多了 我们人可能做错事情 但是不要做错事情太多了 太多的晚年一定报 所以千万要记住 明白了吗 好不好 嗯 等我可以问他 啊 啊 我哥哥他的耳朵 不好 嗯 给他看看吧 你哥哥很老实的 他哥哥挺老实的 几几年初的吗 1957年 鼠肌呢 他耳朵一点不好 什么一点不好呢 很麻烦的 像中文言一样 右耳朵 听得懂吗 左耳朵一点点 右耳朵比较麻烦 我都看见右耳朵里面 有一条伸进去很重的 很重的 一条黑的线 明白了吗 赶紧啊 每天念大悲动行不行啊 叫他念七遍大悲动 消灾气象神都十九遍 还有姐姐动 你哥哥我告诉你啊 很多麻烦的 你哥哥年轻的时候啊 这你哥哥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 好像钓过鱼 也不知道看过什么的 你问他呀 钓过没钓过啊 你到底钓过没钓过啊 你刹过鱼没刹过啊 你老实一点最好 我现在看见你耳朵里有鱼啊 听得懂吗 好啦 900 60 lucky 大师 是 钓过鱼 呢 ψ